Hello 大家好 今集是生同感受的政治版 昨晚發生的事已經是超越人的道德底線 不要跟我說你只是想聽生同的事 我明白這個節目是講生同 我明白 但是生同以外 你都要知道世界上發生很多事 不要躲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覺得 我不聽 我不知道 我政治冷感 所有事都不關我 所以我很清楚分享了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揹上飛 你不妥我的政見是我的事 OK的 好像我今天在生同感受上 都爆發了一個 Unlike 潮流 我預料了 因為你現在還覺得你可以吃兩家茶禮的話 你是傻的 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香港的形勢環境 是迫我們必須要站一邊 你是撐警 還是 撐警 Sorry 加多一句 等於撐黑社會 還是你是站在香港市民那邊 因為現在你沒有政治中立了 你搞清楚 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因為你換了大佬 你換了你的當家作主的老闆 已經沒有了那段好時光 你不要以為是因為有些年輕人出來示威遊行 所以香港亂 香港的亂 是九七之前已經埋下了屈線 一早已經有地下黨員來了香港 一早已經有紅色資本滲透 都你看到 有海嘯 海浪衝過來那一刻 不是那一秒才發生的 傻仔 是一早已經有地殼板塊移動 一早下面已經有 尼克特製不知道幾多級的地震產生 所以才形成那股海嘯 然後他離遠很久 你還沒看到他 然後他拆你 掩蓋你 你才發現 原來發生了 正如昨晚 在元朗 那種無差別對待的人 什麼叫無差別 就是他走過來問你 你是不是進來搞事 你是不是去了西環 你是不是噴了俱徽 你有沒有參與任何一次 遊行示威 沒有人問你 什麼叫無差別 就是孕婦 老人家 小朋友 他放工回來 穿著麥當勞的制服 OK 還是出去買菜 吃飯也好 無差別對待 如果沒有看過一些影片的人 OK 不要緊 我分享出來 多謝有一位知名的網友 叫金水 他已經把所有的timeline 整合了 大家可以看回不同的片段 看回事情是怎樣 你要生同 你儘管生同 無所謂 但如果你生同以外 你也要有良知 因為現在的香港 已經不是講求法治 有第三權分立 有上下議會 有政黨輪替的英國政府 這已經不是我們的 OK 阿爺 現在人家的阿爺 已經變成了 由挑起人民內部 撈盾 開始 成形 當家作主 繼而對於 異見人士 是會出坦克車的 那個 土共政權 所以你不要再以為 我不聽 我不知 我什麼都不理 我閉著眼睛 那衣服就是馬佬 閉著眼睛 你就覺得可以獨善其身 今時今日 我 我 會走出來 我會說 不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市場很大 很多人現在覺醒了 我要站出來說 你看回頭 我從來 我的政治立場都很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 是因為你認識我的時間短 我從來都敢言 我從來都會直接說我的想法 我可以錯 錯了不止一次 經常錯 但是那又如何 我對於我自己的言行負責 我對於我自己的言行負責 你今時今日說 如果你要撐警 如果他日你被人 無分別對待 被人打擊的時候 你都違反你今天撐警的言論負責 邏輯上不排除有機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他昨天無差別的襲擊 裡面會不會有些人 其實是香港九龍或者新界其他地區的江湖大佬的子女 或者是妻妾 你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會發生呢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 無論如何 OK My friend be water OK 保護自己 留住有用之身 我告訴你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 生不生同 還有 你講這些話 你會得罪很多藍絲 和政治中立的人 沒有辦法 要得罪就要得罪 可能 我真的做不到你的生意 可能你的身體太好 你不需要我 去 你明明給你任何的建議 可能 好像今天有一個客人 這樣走上來 這樣 不是走上來 他錄音傳過來 他說 我不要再 我不要女王上去碰我 OK 不要緊 你覺得這樣是好的 沒有問題的 OK 因為始終 講白一點 我不是只講身體層面 我也要跟你講Energy 那大家的Vibration不同 大家的頻率不同 你有你流失 我都沒有辦法 Maggie娜剛剛留言 元朗村長星期六 已經收到星期六 會有這件事 叫兒子不要回家 OK 所以 大家不知道的話 想Fact check Fact check 因為我想說 今次一場的政治浩劫裡面 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是沒有人 就算你覺得 我相信耶穌 或者我拜佛 或者我相信真神阿拉 也好 沒有辦法救到你的 在這件事上面 因為你一定 需要歸變 在這件事上面 你的生意 手腕多麼高明 你的人際網絡 有多麼遼闊 也好 通通都沒有辦法彌補 因為到你醒了那一刻 太遲了 最後我想說一個概念 你們是不會想像到 是出自我把口 因為都是一句 我腦裡的畫面 就是Game of Thrones上面 龍母 Denarius 出她的三條龍 這樣 就飛了 昨天那些白色衣服 還有那些打人 打得很開心的黑勁 令到他們變了彈 可以Carbonize 他們 接著 對於一些 始作俑者的人 另一個角色叫Cercy 很惡毒的一個女人 令到你經歷了一個 很漫長 很痛苦的死亡 OK 對了 我勞亂不弱 是這種畫面 你覺得我心理不好 I know I understand 但有些事情 如果當日 一早有人搞定了 希特拉的話 後來不需要死 有些人 是需要及早處理的 而她的及早處理 不要緊 你拉她坐牢 總之 及早處理 不要讓她繼續圍害人間 OK 好了 到最後我想說的是 就是 現在我們面對這個政權 OK 不論是林鄭也好 還是她背後的 真正的幕後大佬也好 你要知道 她們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叫做她的 Dark Body OK And again 我真的想想 難道我會說這番話 但是呢 如果你越討厭她 你越怒 你越 悲憤 OK 你只要令她那邊越來越壯大 你想想一下 她執政了70年 這70年裡面 經過三反五反 文革 大躍進 之後 後來還有 八九六四 還有無數多維權人士 上訪 被人抓了 現在的新疆 大家看看 OK 當年的西藏 西藏的慘況 如果有人去過北印度 Dharam Salah 西藏浪亡政府 是有想的 到底他們做了什麼 為什麼這個政權 這麼殘暴 都可以維持了70年呢 因為他們 就是靠我們的憤怒 我們的悲痛為食 因為有人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佛教的概念 我們現在這一場是共業 OK 而這個共業是共同一起承擔 你只要活在香港 你只要現在看新聞 你經歷這一場痛苦 你覺得這件事很大的不公義 OK 不論你的政治立場 不論你的宗教信仰 這個都是一場共業 共業要怎樣能夠去有效處理 是透過淨化 OK 所以聽下去 And again 你不會想像到它出自我的口 但我也真的要說 你唯有將它 cast out to love and light 是很變態 在我的口裡聽到愛與和平 是 但我講的是愛與光明 OK 因為黑暗體最怕的是光明 而仇恨最怕的是愛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較早前 佔領期間 為什麼那幫很可愛的基督徒 一直在唱聲 Alleluia to the Lord 是有用的 為什麼無論任何的宗教 古往今來都會點蠟燭呢 因為光明是唯一戰勝黑暗體的方法 這個政權是依靠大家的黑暗體 它以什麼為食 就是以你的恐懼為食 正如我們佛家所說的 就是中陰身 即人死了未投胎之前那段時間 還有餓鬼 真是餓鬼道的鬼 是以香火為食的 如果你相信這一套 你肯響應我的呼籲的話 我知道很變態 你叫我做我自己都覺得很痛苦 OK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徽 國旗 何君堯那個壞人 林鄭月娥 習近平 你說得出 這群人 這群人全部放在一起 只要collage 即合併的照片 然後你不斷重複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I love you Thank you 看著她說 OK 做不到不要緊 閉上眼 都要視了 閉上眼 慢慢做到做到的時候 開始睜大眼 OK 看著她們 你信我 你會生氣到哭的 你會生氣到 你是沒有辦法正視 為什麼我要對著你 何君堯說 I'm sorry 因為共業 OK 因為淨化共業的方法 只能夠透過懺悔 而剛剛這四句話 它是沒有宗教意味的 這四句話 就是夏威夷那套 Hoponopono OK 這四句話就是做淨化的 你在淨化大家一起的共業 越多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我們越快能夠得到解脫 我知道我現在短短十分八分鐘 我未必說服到你們 但我希望你們 如果有人肯試 和我一起做 我不想做 但我也沒有辦法 可能見過 就是我在西巴拿 訂過來的 零擺 你看到嗎 很大角 黃金的 它是用來清理一個地方的能量 但我用這個 來做 去清理 我一路再重複這四句話 我一路做清理 你要知道 他們這個政權 害怕的就是愛和光明 所以你看到他們這麼多年來都不斷攻擊宗教 你明白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神州大地 要去到無宗教 他們才能夠長治久安 一天有一個教堂 還在動 還在點蠟燭 都會削弱到他們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他剷教堂 然後要打擊教會 不論基督教 天主教 就無一行免佛教 一早就慘了 道教也是 總之 他們怕的就是愛與光明的力量 你將這一群惡魔 這一群撒旦的化身 拖它出去 在光明之下 在太陽之下 曝曬 它們就會灰飛煙滅 你明白嗎 這是能量的角度去跟你說這件事 要淨化這一場的共業 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你相信我 This is the last thing I wanna do 我最不想做的是這件事 我最沒有辦法 就是看著這一群人 還要跟他們說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I love you, thank you 我沒有辦法的 其實我很難的 我不想的 Trust me, it's the last thing I wanna do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你看回佛家的看法 共業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為我們一起做過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會承受這個果報 我們去做這個淨化 因為如果我們的淨化成功的話 是所有人都能夠解脫的 所以暫時把自己的愛恨放在一旁 他們是賤人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是希望 所有香港人能夠脫爛 所以拜託和我一起做這件事 你想心一層 我剛才已經說了 再聽說一次 就是這個政權為什麼這麼怕宗教 就是因為他們有愛和光明 所以現在你想結束它 在香港的示弱 你想令香港人盡快解脫 就是做這件事 將那群人 不是那群人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謂的國旗 他們的黨徽 一次過對著他們的念 一次過對著他們 他們不斷唸那四句話 點上蠟燭 用愛與光明去修他們的皮 行不行 我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